OK 這次我已經選好地點跟人物了 所以我們有 全能知識男 他 蠻全能的其實 我們有非主流老人因為他那個頭髮是藍色 他也蠻全能的他對很多東西都有 都有那個熱情 然後這個是我們的 煮飯大媽 那料理不錯 然後有被虐狂 所以 雖然他很爛但他受傷應該不會影響他的心情之類 然後這個地形啊 這場地形非常非常好有很多這種 凹進去的這種口袋可以可以住 我覺得我們住這邊其實住這邊可能更好可是這邊出入有點不方便 我們可以挖穿吧也許如果我們挖穿這裡的話 但是住這裡的話因為這裡是那個肥沃的土地啊我有點想把這塊區域框進來 所以我覺得我們住這裡好了 我們先想想想我們的工具 儲藏室要放在什麼地方 恩 我們的儲藏室就放在 這邊好了 我覺得 到時候我們把這個 我們把這個鐵牆拆掉 把這個鐵牆拆掉 然後 我們就可以把這邊圍起來圍成一個儲藏室 好 先把所有東西都 可用 OK我們的打獵應該是 OK我們打獵是全能知識男 欸有點尷尬知識男是我們打獵的人 喔 對耶這有點尷尬其實 各位稍等一下 好 謝謝 OK OK 這有點尷尬 不過這個我們之後再想辦法吧 反正我們一開始也沒有那麼 快就要研究 全能知識男穿那個 物甲然後我們的格鬥是非主流老人 所以非主流老人把這些穿起來 好主犯大媽把這把槍撿起來 木頭 然後我們要去找一下 其他散落的食物這邊有一些 不應該只有那些啊應該還有 怕我撐不住我肯定撐得住啊 我們現在是專業的 我覺得我們應該會再找到食物啊反正先這樣 然後我們先讓他們把 把 讓他們把這個儲藏 儲藏室圍起來 把這個拆了拆了 拆拆拆拆拆 拆 然後 門 然後 床 我覺得這些現成的房間我們就拿來住吧 變一個 變一個 然後這邊一個 一樣這邊的樹 然後他們的工作現在所有人 所有人整天工作 現在不要做其他事情 然後 最好先弄一下 這兩個可以當醫生 倫大一來就砍人 這就是倫大的魄力 OK現在 我們需要運送員 然後 看一下喔 非主流老人把我們砍樹 然後 建造的話 主犯大媽負責建造 然後全能知識男先搬東西 好奇 哈囉 孤獨生堡 我不是叫那個 主犯大媽把這把槍撿起來 喔他反對暴力 對 他反對暴力 所以沒有辦法把槍撿起來 我們在防禦上可能前期會有一點弱 這個不像昨天的那個 聖女大媽團 弄徒手拍死松鼠的那個徒手 那個聖女大媽團 但是我們可以利用這個地形來防守 所以應該還好 只要 只要藍迪不對我們太兇就好了 OK然後我們要來 把這些 房間弄一下 這個拆掉這個拆掉拆 拆拆拆 拆 這個都拆好了 我們把他從這邊 這邊這樣子切過去 OK 有 然後跟昨天一樣 我們採取直接兩個石料加工桌 這邊主要是什麼 殺鹽塊 先去買個飯 其實我的飯也來了 我們這邊稍微就是 有點樣子之後我要下去拿個飯 我們把這個擴張一下 decreed 現在 把這個扩機擴 reflecting 捷運 之前 沒有 沒有 OK 我們要開始做食材加工 然後我們最好設定一個地方放石頭 快堆 我們騎手有一隻牛當寵物還是不錯的 依照慣例 湯米牛 這樣子的話我們騎手只要訓練一下應該會有一個人可以幫忙 會有一隻牛可以幫忙辦東西 GP OK 這邊拆開了 等一下這邊這樣沒有門 OK 這邊一樣 開始食材加工然後 我們要設定一下誰是我們最好的工匠 這兩個都可以吧我覺得 這些我們要佔據一下 這樣他們才會修這個牆壁 這個有個好處是他的地板已經有鋪一部分了 所以我們等一下可以不用鋪那麼 可以少鋪一點 重度崩潰風險 非主流有老人 一倍不快 ohhh shit 對 嗯 我都忘記了 你們可以去休息了 你們可以去休息了 快點去休息吧 我不知道為甚麼他這個不讓我們擴張過去欸 好怪喔 那邊不知道甚麼時候弄出了第二個那個 儲存區了 你走 為甚麼要走 我沒有要吃你 話說這些東西怎麼還要搬完啊 那個全能知識男 你全部的工作就是負責搬東西都可以搬這麼久 喔對 然後我們要給他們一張桌子 桌子 然後板凳 然後我們就可以開始 開始拉我們的圍牆 呃 我們從 從 對啊 先從這邊拉好了 然後 這邊拉 呃 可能可以拉出去一點 喔 一樣 門 對 全能知識男搬東西這裡有夠慢 你可不可以先把食物搬進來 Let's 恩 哈囉阿飄 你感覺到了 看你的眼神都變了 你看起來還是 眼神非常空洞 你看看起來 怪怪怪我們放慢速度 我去拿一下我們吃的 應該不至於這段時間就有事吧 如果有事也不能怎麼樣 我去拿個吃的 所以我們還活著嗎 看起來我們還活得好好的 OK 你看看起來 主犯大媽去哪裡了 好 他們跑那麼遠去拿木頭 哈囉 哈囉小鵬 哈囉劉浩 好 喔 燙 OK 變速 砍一砍 然後這兩個棺材我們也把他拆掉 用不到 哈囉你媽 呃 你阿媽啦 親友 喔 恩 這邊這些是沙岩 OK 其實我有點在想 沙岩的牆壁不知道印度怎麼樣 來看一下 欸對了我們要交易一下 我們誰的社交是最好的 非主流老人 非主流老人 請你去跟這位 這個人叫做Shroud 這人叫做Shroud 這人叫做Shroud OK我們可以跟他買什麼 恩 喔 燃燒瓶 欸 我在想我們要不要跟他們買燃燒瓶啊 這樣地圖上好像沒有說有很多 好像沒有說有很多 蟲子的樣子 至少 不過我們挖這個山洞說不定會挖到蟲 我們是不是應該跟他把燃燒瓶買起來 感覺 那個東西會有用 如果我們挖到蟲的話 恩 來看一下多貴來著 356 喔不對 喔對356 有那麼一點點貴說實話 我覺得先買起來好了這個東西也不是我們想做就能夠做出來的 對先買起來我覺得 是好的 嗯 嗯 我有買外送被吃掉的經驗嗎 NO Snow Sakura 歡迎你 小主不見 我只有遇過那個 就是可能是我也不知道是店家的關係還是外送的人的關係就弄的 都灑出來那種倒是有漁獲 我們來看一下他們的 需求想和全能之士男一起睡 欸等一下他們兩個人是 他們是情侶喔 他們是 他們結婚了他們是夫妻喔 你不早說 你不早說 那我們把最大的房間給他們吧 我們把最大的房間給他們 這樣直接多一個空房間出來 的確挺賺的 嗯這樣的話 我們先把這張床收起來 飛主的老人是不是被拒絕了 我剛剛看到對 欸人家是夫妻欸你在那邊 飛主的老人真的是飛主流欸我真的說 人家夫妻你也要搞就對了 對 對 風力發電機我們要考慮一下放哪裡 這邊應該到時候會做廚房什麼的所以我在想我們把他 把他蓋到上面上面不知道會不會有點遠 好蓋這裡吧 這樣的話 我們得把這裡的樹弄掉 愛好人氣口味真的 哈囉可樂餅 哈囉別人傷心 我們的 防禦圍牆快要蓋好了 狂暴攻松鼠 我發現我們現在好像起手一定會遇到一隻狂暴攻松鼠 這感覺已經像是標配了 喔 你們兩個要起來去處理這個問題啊因為煮飯大媽是 反對暴力的 然後他這隻松鼠是不是在被 是不是在被這隻狼追啊 幹他 你打錯了 你打錯了 這隻松鼠要去哪啊 喔 這這隻 這隻被我們不小心打到 喔 Sorry 全能知識男有時候槍法就是這麼準 我覺得全能知識男現在可以開始幫忙蓋東西了 我們要開始 真的要開始蓋房子所以不需要兩個人一起蓋 大媽有沒有跟知識男睡一起 看來我本來以為他們會自己去那個睡 看來我們得設定一下 有 給他一隻發情母松鼠 如果可以就好 我們這個倉庫其實有點小我們之後可能會需要 往裡面挖一點 對 差不多 那差不多快蓋完了 我們要開始蓋 我們要開始蓋房 房子的部分了 恩 恩 好可愛喔有點怪怪的 等一下你知道嗎 這太大了 我們要把桌子這些換地方 恩 這個區域其實也應該 燃掉的 然後 我們應該要從 這邊拉過去 這樣子 然後 這個門就留著吧但是我們這個地方再開一個門 這樣子 這是能活得比昨天久嗎 不知道捏 我們盡力好不好 我們盡力 狼死了 看一下 恩不知道應該沒有 欸我們的食物多少24 感覺我們該打獵了 我們要先弄個冰箱起來 恩 喔 取名字 我來喔 這應該取的嗎 這應該取 全能非主流共和國 全能非主流共和國 然後 這個叫做有一隻 阿米牛的家 來正決定了 然後 然後 我們其實應該要讓 那個 全能知識男先去打獵了 野兔 都沒有一些 確定不會反擊的 我現在不太 剛開始我不太想 烈那種會反擊 就算有一點點的機會 W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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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堆狗啊 啊我們其實不應 我不要我不想要這些狗的 他們可以出擊啦 所以 恩 是我們現在感覺沒有食物那些去訓練 他們只會一直吃我們的那個 食物而已 我覺得我們應該把他們吃掉欸說實話 兩件事 他們會消耗大量的食物 你知道嗎 吃掉 全能知識男 把他們全部殺了 沒辦法 沒辦法因為 我們現在沒有食物可以養他們 我其實是想留的 但是我們現在沒有食物可以養 所以沒辦法 恩 我們有什麼地方可以做冷凍庫啊 這邊為什麼還有一張桌子 這張桌子 敢不敢 趕快回來找點種田吧 Yup 對我們其實 對對對 其實我們這次 主要的目的就是為了種田才選在這裡的 來 這樣 然後 擴展 NO 我不是說 擴展 我們這一塊有點 恩 少那一小塊應該沒關係 沒有關係 NO Plezz 你知道嗎 算無所謂 恩 其實我們這次如果早一點種田的話 的確我們可以讓全能知識男 先不要打獵 他可以先做 我們可以讓非主流老人來做農夫 我們這次可以就主要吃 主要吃農作物 打獵可以緩一緩 OK我覺得我們把 我們把這邊做成冷凍庫好了 焦 喔 冷凍庫 在溫度 然後 吐仔桌 多 我必須說啊這個 這個房間的配置 真的有點我們空間有點不夠用 我覺得我們應該再 荒出去一點 巴巴哩巴哩巴哩 我覺得 我們這邊要再框要再要再弄要再弄大一點 我們空間不夠用 稻米節省耗人力 長太快產量少 SORRY 但我們一開始只能這樣 之後才能轉玉米啊對 對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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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時間我不管啊 但是他們一天之中 必須要一段時間一定是在工作 其他時間他們愛幹麼我不管 阿我知道了 我知道這邊應該怎麼樣了 OK這個不用拆 這邊不用拆 然後拆這個 我們把這邊做冷凍庫 然後這邊做廚房 Oh shit 這樣子會影響到 好像後面 後面這邊擋到沒關係 對不對我記得 等一下我們確認一下 還是說後面擋到也不行 好像後面擋到也不行 Schnitt 呃... 換個地方吧 哇 蘭迪 好可怕喔 我還想說蘭迪這麼快就來打我們 我們蓋錯好多東西啊 我們蓋錯好多東西啊 我真的必須說 他還沒過來是不是 OK OK 這樣的話我們的... 風力發電機... 哦? 那就這樣子吧 他一個人還要準備 是有什麼好準備的 哇... 他開始他的進攻了 好可怕 哇... 我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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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G 全能知識男太屌了吧 OK 我們空出來的房間是哪一個來著 這個 其實等一下我們先看一下 學習障礙迷戀藥物仇男 你知道嗎 脫下他的衣服就好了 我們不要他 我們不能要他 他的技能他的特性太爛了 脫他衣服就好了 大爺你去脫他衣 他說這隻狼 這隻狼真的死了耶 這隻狼還真的死了 對 取消 食品 新鮮 不允許腐爛 動物實體 然後 這裡面 他超爛的 他好慘他就在這邊 流血致死 他還有心肌梗塞重度 在他死掉之前我們先 我們先弄個地方丟他吧 這邊 人類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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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把這個搬走 謝謝合作 我們這邊還沒封起來 我們 我們 看起來是 就是 生活開始 進入正軌了 現在就是把屋頂鋪起來 然後 把家裡面的這些樹都清掉 然後 我們就可以開始蓋一些 需要用的東西了 比方說 電力料理桌 然後 然後 屠宰桌 然後 我們看一下 這邊的地板 是石灰岩的 所以我們 我們最好是 也用石灰岩 鋪我們剩下的地板 這樣顏色才會一樣 可是 WTF 你們把這些 全部殺在外面 然後都不搬 你們是鬼吧 我還在想說 這些狗都在哪裡了 知道嗎你先搬他 他確認知識男 把這些狗全部殺了 然後就丟在 曝斯荒野 真的是 我勸你們是不要太過分啊 我還在想說 那些狗都去哪了 我以為他還沒殺 你知道嗎 就沒想到他是 他是 全部直接讓人家曝斯荒野 我們電線也要拉 看一下還沒什麼鐵 是沒有搬回來的 看起來是都搬了 我覺得我需要讓大家 出去搬東西 就集中搬一下東西 不然 好像還有很多物資 我們沒有搬回來 這個地方可能蓋不了屋頂 我們可能需要放一個蜘蛛之類的 所以我們可以把這個蜘蛛移過去嗎 走 走 對這些狗我們要料理一下 果然非主流老人都比較不需要睡覺 半夜十二點了還在做石磚 老人晚上都睡不著覺 老人都會很早就去睡 然後半夜又爬起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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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好 ko Come on 該做事了各位 可以做事 電接上了 所以我們可以開始給他們電燈 我們應該要開始限制那個 湯米牛的移動範圍 欸 湯米動物區 欸湯米動物區 我在想我們他如果去吃稻米 你知道嗎湯米動物區不能包含稻米 他不能吃稻米 嗯 外面的世界 任由你去闖 外面的世界任你去闖 海闊天空啊 湯米牛 交給你了外面的世界都屬於你 湯米動物區設定完畢 OK 我們要來 屠宰一下這些 這些狗了 喔對我得限制一下他們的 飲食 簡單料理簡單料理 然後 然後 不吃生食 不吃飼料 不吃牧草 喔對我應該還要限制他們不吃屍體 哈囉 Casper 好 OK我們要開始出鋪地板之類的 先把椅子坐起來 NO 好 好 我們得限制他們做 石灰岩磚 可是這附近好像沒有什麼石灰岩 齁 我覺得我們可能不能用石灰岩鋪地板 我覺得我們到時候我們把這些地板全部翹起來 然後我們用 板岩來鋪吧我們這邊板岩磚比較多 我們鋪板岩地板 然後 廚師 煮飯大媽 煮飯大媽要開始處理這些狗了 把這砍了 好 血跡不清會有什麼影響 除了觀眾說的扣美關之外 他還會 會感染 我覺得我們得把這邊挖一挖 把這邊這樣挖開吧 我們有好的礦工嗎 5級 8級 非主流老人是好的礦工 其實 運輸艙墜落 來看看這個人 心靈敏感 引以為樂 極度 不是特別好 我覺得我們用 我們用拯救的吧 然後他願意加入就加入 他如果不加入的話 對我們來說 也沒有影響 OK 全能知識男可以去把 抓回來 謝謝合作 等一下 他是敵對勢力 所以我們只能俘虜 就俘虜吧 記得通風 感謝提醒 我常常我真的老是忘記通風 恩 這裡 你知道嗎 煮飯大麻先來 先來弄通風 不然我很怕 大家會那個 感染生病什麼 對這個人被抓回來了 我們需要安排玉族 他會不會數啊 14小時後死亡 請不要在他身上用我們的草藥 謝謝合作 對說到這個 有 飢餓 殖民者快餓死喔 對我們真的沒吃的 先把 封封口蓋起來 快快快快快快 可不可以先蓋通風口 OK OK What 他還沒蓋起來喔 你敢不敢蓋起來 OK 對真的一次瘟疫全部倒 我們被瘟疫打敗好幾次了 所以通風非常重要 OK 健康小知識 小知識 通風一個房間的通風是非常重要的 OK 電 天電 我們現在就是一個風力發電機阿 沒辦法 我們把那個叫做什麼東西的 研究桌放在全能知識男他們的房間裡 我們直接釋放他好了 我覺得我們不要我們不需要這個人 這個人只會帶來負面效果而已 非主要老人把他放出去 他為什麼跑回來 Oh shit 空降稻米 空降稻米 非主要老人快去搬 太爽了吧直接空降稻米 稻米其實也可以收穫 非主流老人 非主流老人應該 對他應該去收穫 我們從80變到-68 他肯定不恨我們 他們肯定不恨我們 呵呵 空降稻米 OK 在自己的解決 空降噴 空降噴 我們從來